喔 今天這一集很有趣喔 對 因為我沒有坐在裡面 對 夠有趣了吧 沒有 這一集其實 很早以前就是有人跟師傅這邊 有在那邊恰訊 這個東西 平常大家都有在用 但是如果說隨著季節的變化 當天氣越來越冷的時候 大家對這個東西的依賴性會越來越高 那這個東西到底是什麼呢 答案就是我們的 畢竟你不可能把人家圈架 到處動 全部都是插座嘛 不太可能嘛 因為延長線這就真的很方便啊 它就一延長出來 然後就叉叉叉叉 然後什麼東西都可以用 但是在選擇這個延長線的時候 就會有很多的注意的地方 欸對 師傅 我有問一個問題 對對對 你自己去五金行買延長線的時候啊 你是會挑的嗎 我會挑啊 你會看什麼 看價錢 看價錢 好 那當然就是我們會去 針對說各種不一樣的延長線 從價格上面來瞭解它 以及說這個價格對應到 它基本的這個外觀設計 跟相關的功能 甚至於說一些細節的部分 我們待會就透過實境的作為 然後我們一起來看一下 這中間到底有什麼差別 好 首先登場的這個一號 這個是我們的阿媽牌 這個外面有多少 來 一支一百 這光看它的色澤就知道有歷史 我告訴你 而且很眼熟對不對 大家常常是不是也常常用過 這一種的外面大概就是一十一百塊 特色就是簡單 插孔 就只有兩孔而已 它這邊上面有注記喔 它這邊最高的使用的電流 允許電流是 11安培 然後是一千兩百一十瓦 所以大家在選購產品的時候 你要稍微去注意一下 這產品的使用安全跟規範 好 除了這個部分以外呢 那我們還是一樣做一個插把測試 那師傅這邊額外準備一個 統一的插頭 還是一樣 它的鬆緊能度還是不錯 至於它的實際內部構造 到底是怎麼樣 待會兒我們再分享給大家看看 好 第二號選手 Made in Taiwan 台灣的啦 好 蠻壓力的喔 功能這麼多 現在把它拆開來給大家看一下 它的外觀看起來比較紮實 比較不會有這些塑膠變形摩擦的聲音 而且多了這顆電源鈕 而且這個電源鈕還有具備這個 過載保護裝置 大家可以看一下 它這上面還有一個標章 可以承載的這個電鈕是15安培 也就是1650W 好 接下來我們就進行 我們的這個所謂的插把測試 感覺是蠻有彈性的 有緊度 可是我覺得好像有 間隙有一點大 好 這就是我們的這個二號選手 好 再來這個就是我們的三號選手 好 這個就比較特別這個是小米 好 我們也是一樣來把它拆開看一下 好 這個外觀也是一樣看就是豆腐色 再來就是說 它這邊提供的是 3個110 3個USB 這一組呢 它是一個總開關 好 從安全設計上面這個也不錯 那麼這一支它本身也有過載保固 也就是說它最大的這個功率 也是跟剛才的二號選手一樣是1650W 好 而且它這個地方還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 插槽上面都會有這個小門 你會發現 拿這個小的螺來把去動它的時候 你會發現是插不進去的 它如果是同時插進去的時候 它才有辦法進去 所以它這個保護的系數 安全系數還不錯 好 這個插把的情況也是 好 插進去 喔 也很不錯 我覺得這樣插到第三號這樣插起來 我反而會覺得一號偏緊了一點 它插頭的地方也是一樣 它是提供的這個是 三點的 附接地的 插頭上面一樣 都有這個所謂的安全使用的規格 跟規範跟標障 對 這就是我們的三號選手 再來我們看一下我們的四號選手 這感覺超厚重的 超大一個 而且很重 真的很重 欠說你花多少錢百元 這一組九百塊 喔 不便宜喔 不便宜 好 我們直接打開來看一下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這邊提供了五個插槽 而且除了獨立的開關以外 它還有一個重開關 好 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看這個開關為什麼好像長得不太一樣 獨立一顆起來對不對 因為它 它可以轉彎啊 每次插進去 都只能向上 對不對 但是你就是把它轉過來 欸 你看 變平的 多了一個方向性的選擇 真的不錯 然後 我們要看一下這個指示燈 它這個就是有一個保護 保護指示燈 或者是一個接地指示燈 好 後面這個地方呢 它還有兩個鐵塊 兩個鐵塊 這個兩個鐵塊有什麼好處是這樣子 吸住 它可以吸在我們的那個辦公桌的那個鐵材上面 它可以直接吸住 整線就比較方便 落地的機會就比較少 我們來看一下實際上它插拔的感覺 好 它最後有一個好像防脫落的感覺 最後你要拔起來 按下稍微用力一下 我覺得這設計還不錯 考慮到的 細節的周詳的點我覺得還不錯 還滿多的 這就是我們的四號選手 好 除了說這個外觀以外 接下來就要做什麼 也是一樣把它拆開 要了解它的內在 對 內涵 了解阿嬤的內涵在哪裡 好 我們現在就直接來 拆開大家看 好 我們內部構造裡面這就是 一樣兩條線進來 然後這中間就是用這個銅片 再來我們可以看到這個線徑的部分 它就是採用的是屬於多芯線 通常依照我們國家這個規定 這個電線它的外觀上面必須要有所標示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這邊標示是多少 1.25平方 我覺得它的線徑不大 所以它對應到它所可以使用的這個 安全的這個電流值 就是在11安培 好 接下來我們就來拆二號選手了 不過二號選手有點不太一樣 它後面的螺絲 是三角形的 三角形 所以這時候我們就要 我們就要 好 然後它這個地方也是一樣 用銅牌 有沒有 這樣子 好 然後放到這個所謂的塑膠模具裡面 它的通電是通過這個 黑色的 一條 好 來到這邊 然後這邊還有一顆電阻 不過這顆電阻應該就是 看你有沒有過載啦 然後再來這邊就是這個所謂的 接地 再來的話我們看一下它的線徑好不好 它這個地方標榜這個線徑呢 是2.0mm平方 剛剛是1.6 1.25 1.25 1.25 不過它這個地方設計上面 我個人認為是一點小小的瑕疵啦 因為你可以看到它這條路上面 這火線下來以後透過回路 又從這個白色中心線回去的時候 它跟這個接地線連得非常近喔 那它會不會有一天用到 過熱 老舊 或是它的絕緣層失效 然後進而產生這個所謂的 秀斗的現象 這就比較有這個機率跟風險喔 因為它離得非常近 好 這就是我們的這一個 二號選手 好 第三位 對 我們來猜 小米 我跟你講我最想看就是這個 為什麼 因為小米啊 你是看阿嬤嗎 那是你吧 對 基於剛剛第二組同學發現它是三角形 所以我們也預先先把 好這個三號同學的背後拆開來看 你發現也是三角形 所以大家今天常見都用三角形 對 都不希望你猜 但我偏偏就要猜 猜給你看 我們來看一下內部 不過它這個也是蠻用心的喔 就是說我們現在猜到第三個 它是目前唯一一個 在電線進入延長線的時候 它有額外用這種扣具把它扣起來的 然後再來就是說 你可以看得到它這邊用的這個銅片 它的顏色比較不一樣 它的顏色偏紅 大家還記得上次插座那一集嗎 你就發現 國際牌是不是比較偏紅一點點 紅頭吧對不對 可能紅紅成分比較高 線進的部分呢 也是 喔也是一樣出 2.0平方三星 所謂三星就是 有三條線 火線 中性線 還有接力線 它叫三星 然後再來就是說 這個火線跟中性線下來這以後 它還有一個這個晶片 這變壓器 它這就是提供這個USB 它就直接在這邊進行變壓了 OK 這就是大概我們現在看的三號選手 好來 不多說 拆了 你看它這個 因為它每一顆都有一個獨立的開關 開關上又有指示燈 所以它這個地方 就透過這個小小的小線 來給這個指示燈供電 然後它這個電源線路進來以後 它透過這些機械的設計呢 然後把它引導到這邊 中間這一條就是火線 其他的這個地方這個是中性線 然後 它在這個整體的 銅的材質的用料上面 比較標準的黃色 線進也是一樣都是跟 跟234號 通常都是2.0 2.0平方三斤 它跟其他三個選手 比較起來 有一個比較大的不一樣的地方是說 它針對它銅線的部分呢 牢固的情況應該是最牢固的 再來就是說 它還有標榜這個有個突破吸收器 所以在電源端這個地方 它就不單單只是一個按鈕的功能 它有這個過載保護 以及這所謂的突破吸收 比如說家裡用電用到一半突然打雷 或者說台電端這邊的中性線 或是哪邊突然掉了有沒有 之前我們講到是不是電壓會突生 會造成一些 供電跟電壓不穩定的情況 如果你有這個突破吸收器的話 它就有辦法去保護到 你後面這些負載的這些元件 這個應該是目前 這四個延長線裡面 用料最多的地方就是這一款 好那現在我們進行我們的野外測試 當然不知道 戶外測試 這個東西我們當然就是要去模擬 最主要就是它如果萬一過載的時候 它會發生什麼情況 對不對 那剛剛我們就事先呢 透過這個勾錶 把這個檔位設定在 好當這兩支吹風機同時開啟的時候 它的消耗的這個電流是16A 那剛剛我們記得 我們該除了1號沒有這個所謂的過載保護以外 234都有這個所謂的15A的過載保護測試 對不對 好那我們就讓它跑16A 好為時 看看會不會在3分鐘以內就跳起來 現在首先登場的就是我們這個4號的選手 最Heavy Duty的 那現在我們就準備要計時開始了 好預備 開始 好這兩個吹風機 好就開始在動了 開始在動了 好現在的電流是跑16A 跳了 3分46秒它就跳電了 好現在的溫度呢 好電線溫度有到36度 好那再摸起來好溫溫的 就跟整體的體溫差不多 所以它的過載保護 並不是去針對你的電流 好如果它今天是純粹是用電流值去做計算 它應該立刻就跳脫 好這就是我們的這個第4號的選手 好接下來我們就要試驗我們的3號 小米 究竟小米能不能突破這個關卡 變大米呢 好我們就看一下好不好 OK 好 開始 好因為它一直支持沒有跳電號 倒數10秒 5 4 3 2 1 0 好各位 經過了6分半鐘的測試 我們來看一下現在溫度是多少 38.5度 非常的燙手 很明顯的可以感覺到它的熱度了 但是呢 這個依舊 目前沒有跳電 好那我們就進行我們的2號選手 好2號 Made in Taiwan M.I.T 來看一下 好 開始 好一樣的 如果待會 如果6分30秒 還是沒有結果 我們就讓它停止 好 好 這個溫度是 36 36左右 OK 這就是一個我們測試的這個結果 至於溫度上面呢 剛剛4號 3號 2號 這個在線材的溫度表現上面呢 好 都是差不多的 像現在用到3到6分鐘都是在 36度到38度左右 畢竟這三組 都是這個所謂2.0平方三星 而且它的絕音皮膚尺都比較厚一點 好 這就是我們2號測試的結果 好 來到我們最最重要的阿嬤白 但是因為它這個東西沒有開關 所以我們就直接把它塗下去 這個基本上 沒有任何過宅保護的裝置 所以呢 我們為求安全起見 三分鐘就好 看看這個線材會有多燙 好 來喔 好 好 時間到 飯店 OK 要摸這個線 喔 很熱很熱 非常熱 非常的熱 已經有到40度去了 好 剛剛經過了一系列的簡單的測試 對不對 我們就可以知道有些東西 過仔保護有沒有用 大家就自己看影片啦 好自己看影片我就不多說啦 但是呢 有沒有一種情況 你在家裡面會常常這樣子做呢 請看 因為線太長 所以我們乾脆把它塗下來 整線嘛 在家裡就會這樣 就繼續整線嘛 同樣的 我們來看3分鐘 甚至於3分鐘以後 如果你長時間在使用的話 會怎麼樣 好 開始囉 你看 這... 這會不會燒起來啊 我跟你講很恐怖啊 就一直衝你看 現在才40秒吧 它大概每1秒0.5度的溫度在爬升喔 好 現在時間已經是13分30秒 好 我們現在來斷電 喔 99... 99.7... 89... 100... 100... 100...100度 100... 我們現在把電源拔掉 好 好 OK 現在這個地方 我根本不敢碰 其實坦白講 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 老實說 我們已經不敢想像了 所以坦白講 我們的實驗就是 短暫的先進行到這邊 好今天經過了一整天的奮戰 對不對 一系列的測試 我跟你說真的 我以為一下就結束 結果我們從早上 對 然後到這個下午的實驗 哇 這真的是 一系列 對 一系列 很完整 那首先呢 我們來做一個簡單的評論 如果說單純從這個所謂的結構啊 或是外觀啊 整體的安全性 的剛性也好 或是這些設計的便利性來講 坦白講 令我們最覺得很驚豔的部分 是小米這一支 對 如果以CP值的取向來講 小米這一款 滿值得期待的 那當然其他的 比如說像這個Ocean A 黑色的這支 這支的表現也不錯 那接下來我們後來再進行這個 所謂的相同功力 16.5安培的情況底下 來看這個電線的部分 在2號 3號 4號 溫度上的表現 大部分都差不多 但是在這個1號的部分的時候 你就會發現 因為他的線徑比較細 對不對 然後他就覺得MP不成只有單層 所以他在溫度爬升的部分 他會爬升的比較快一點 在這個過載保護的部分 4號的選手 他在3分多鐘 3分40秒左右的時候 他就直接跳脫了 全場唯一 對 真的 全場唯一會跳的就是他 對 就是他 坦白說我私心就是覺得小米 你跳起來的話 我就會覺得你今天就拿8萬了 我就買了 你就拿8萬了 那另外一個部分 今天我們大家都知道 有時候延長性特別長 所以我們有時候很多習慣 把它束在一起 當我們使用這個所謂的1號選手 這個阿媽牌 沒有任何過載保護裝置的情況底下 他已經達到了這個所謂的100度 如果各位未來還是有這個需求的傾向 請你要務必注意到我們使用這個功率是否會超過 今天透過一個實測 時間給我們的 結果給你們的 這個結果給大家來做使用 對 給大家來做參考 好 那以上就是今天宅水店的內容 是的 那如果有任何問題 或你有其他延長線的一些疑問 或者是你實際使用上的經驗 欸對 師傅有醫療級的開關 有醫療級的延長線嗎 不知道 可是有工業級的 我看過了 那一組兩三千塊 那廠商拿來給我們 好 你拿來我幫你試試看 看網路有沒有 有信心再來 開箱超高級延長線 我真的有開箱給你看看 好 OK 好 記得 每週二集每週五晚上 記得準時收看YouTuber 再見 掰掰 在拍照 我都是有精彩的 在拍照 我之前的拍照 你喜歡了 在拍照 是 底部 在拍照 嗯 切手